复都青年 电影故事介绍 复都青年讲述两个无父无母的兄弟阿邦 吴康仁饰演和阿迪陈泽耀饰演 在外劳聚集的吉隆坡复都巴沙生活成长 艰苦求存的故事 阿邦是哥哥 他是一位聋哑人士 电影中的阿邦没有出生证明 不能办理身份证 无法享受公民权利 他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 给市场老板送货 在鸡荡杀鸡 清理鸡肉 摘菜 洗菜 因为他是一个哑巴 有时还会被老板欺负 被苛扣工钱 由于他没有身份证 又不能正常说话 只好忍气吞声 幸好一起工作的其他外劳对他很好 有一个外劳朋友 午饭时还请他吃咖喱 他们还约定下次去阿邦家 教他做咖喱菜 哥哥阿邦每天回家会把工钱放在一个床下的月饼盒里 因为没有身份 也不能开银行户口 因此生活上遇到很多不便 弟弟阿邦虽然没有身份证 但是他有出生证明 他能在副都生活 可是却没有投票的权利 阿邦不愿意向现实低头 用尽各种方法赚钱 他希望将来可以赚到钱 然后带着哥哥离开副都巴沙 过安稳的生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不惜违法贩卖假证件 负责副都这个区的社工李家恩 林轩宇视野 非常热心地帮助两兄弟 追查他们亲生父母及出生证明的资料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申请到身份证 可以早日离开副都 展开新生活 哥哥阿邦很希望弟弟可以先申请到身份证 甚至还请求社工李家恩 帮弟弟阿迪找工作 弟弟阿迪却吊儿郎当 并不热心申请身份证 另外 住在副都的一个缅甸女孩 喜欢阿邦 还约阿邦一起逛街 阿邦给弟弟买了 可以穿去面试的蓝色衬衫 还买了一条丝巾 准备送给缅甸女孩 没过多久 缅甸女孩和她的家人 获得外国政治庇护 要离开副都了 哥哥阿邦知道自己和缅甸女孩不会有未来 她没有送出礼物 只是失落的目送女孩跟家人一起 坐出租汽车 离开副都去机场 住在副都的一位跨性别人士 曼妮姐 邓金黄饰演 同情阿邦和阿迪 一直照顾他们 两兄弟会去曼妮姐家吃饭 喝酒 一天 社工李家恩登门找阿迪 并给阿迪带来了好消息 说是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 现在只需要他和父亲一起去政府机构宣誓 就可以办妥身份证 阿迪不乐意 尤其对被父亲抛弃 感到不可接受 并拒绝社工加恩的提议 加恩不愿意放弃 这个能帮阿迪取得身份证的机会 继续跟阿迪解释 不需要他和父亲相认 试图令他回心转意 阿迪脾气暴躁 按住加恩想打他 二人动手纠缠 混乱之中 阿迪抄起东西 打了加恩的头 加恩摔在地上 头破血流 昏了过去 阿迪一看到血 知道自己闯祸 跑出家门 在下楼梯的时候 正好碰上哥哥阿邦 他告诉了哥哥发生了什么事 阿邦叫他先离开 然后阿邦自己回家 看看什么情况 回家之后 加恩忽然醒了 可是屋外阿邦的外劳朋友 带了食材来教他做咖喱 正在大声地叫他开门 并拍门 阿邦捂住加恩的嘴和鼻子 不让他发出任何声音 过了一会儿 屋外的朋友走了 这时阿邦松开手 才发现 加恩已经没有了呼吸 阿邦大惊失色 立刻收拾戏软 带上逃跑 阿迪和阿邦 坐巴士逃亡 阿迪以为自己杀了人 他以为哥哥阿邦 只是回家拿钱 在逃亡路上 哥哥一直不太和弟弟交流 哥哥甚至想把 庄前的旅行带留给弟弟 他没上车 没想到阿迪已经发现 哥哥不在车上 也跟着下了车 最终 哥哥阿邦去警察局自首 而且警察也在死者 李嘉恩的身上 验出了阿邦的DNA 证据确凿 弟弟阿迪要请律师 帮哥哥打官司 可是律师并没有理会他 弟弟徒劳无功 很绝望 后来弟弟阿迪去监狱 探望哥哥阿邦 哥哥叫弟弟不要乱说话 并坦白告诉弟弟 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以后不需要弟弟再来探望 哥哥阿邦被判死刑 牧师去探望哥哥 哥哥阿邦用手语讲出一番话 表达出身处社会底层的残疾人士 挣扎求存的心声 最后哥哥用不太清晰的发音说出 我想死的愿望 林执行死刑前三天 御警问阿邦想见谁 阿邦说想见阿迪 这成为他们二人此生最后一次见面了 阿邦先闲话家常 然后他们二人像往常一样 互相用对方的额头敲鸡蛋 再包鸡蛋壳 哥哥阿邦强作欢笑 祝福弟弟 而弟弟最后说 希望来生还做兄弟 不过这次是他想做哥哥 保护阿邦 《复都青年》这部电影的监制是李新杰 导演是王李林 这部电影是王李林 首次以导演和编剧的身份 自编自导《复都青年》 他以写实的观点角度 通过描写阿邦和阿迪 两兄弟在生活中所承受的困苦和压抑 反映今天马来西亚 低下阶层所面对的困境 饰演阿邦的演员 吴康仁演技精湛 他刻苦操练马来西亚手语 他能把阿邦心理承受的无助与彷徨 发挥得淋漓尽致 总能达到此时无声 胜有声的境界 饰演阿迪的演员 陈泽耀 也能把阿迪的鲁莽 冲动 刻画得很出色 再加上饰演 曼妮姐的邓金黄 角色性格复杂 她的表演精准到位 令人动容 这三位演员 最大的特点是 观众看不出来 他们在演戏 大家的感情投入其中 感受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 另外 饰演社工李嘉恩的林轩宇 也表现出色 把社工的善心自然地流露出来 毫不做作 这部电影的感染力很强 最近获奖无数 我个人认为 是2023年最令人感动的一部电影 没有之一 请大家继续关注 如果你看到这里 我要跟你说声谢谢 谢谢你观看并支持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转发 我已经在香港的大学 教授国语很多年 特别擅长帮助学生 准备公开考试 例如汉语水平考试 HSK和普通话水平测试 PSC 如果你需要老师指导 可以发电邮 dorishon012019atgmail.com 跟我联系 谢谢你 预祝你考试成功 再见